昨天下午呢 辽宁省广电视听优秀少儿节目大赛 2020年度小金童艺术盛典 在辽宁广播电视台正式上演 盛典呢 向观众们展示了全省年度优秀少儿节目 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首届辽宁省广电视听优秀少儿节目大赛 是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发起主办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承办的 省内最高级别少儿广电视听作品创作交流活动 2020年度小金童艺术盛典是大赛的年度总结 主委会为优秀少儿广电作品颁奖的同时 也向观众讲述着节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这个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远道而来的 从塔四小鞋来的我们的小丽媛 那么这位呢 就是白心蒙小朋友和他的妈妈 那么当然现在呢 其实也是我们小丽媛的妈妈 他们是我们在远山的梦节目当中结识的 我们真的是受益很多 让我们的孩子呢 从塔四孙回来以后 他们越来越懂事 而且他们也知道把爱分享给别人 艺术盛典分为童心 童真 童梦三个篇章 以精准扶贫 讲好抗议故事 歌颂民族英雄等主题为主线 精心编排了15个少儿节目 我跟我爸爸有一个要研究一个关于抗议的节目 因为爸爸2月12日去襄阳了 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记者 用我的心 我的笔去记录中国发现世界 大赛共评选出年度优秀少儿电视栏目 优秀少儿广播栏目 优秀少儿网络视听作品 优秀少儿文艺作品三十件 优秀制作播出机构和优秀组织单位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正能量 第二个是主旋律 第三就一定要反映孩子们的生活 最后这三件获奖作品 也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了 我们这种办节目的去向是正确的